缺氧 紫外线强烈 那个风像刀子一样 这些如果你不设身处地的 你不站在那里 你根本不会体会 为什么这样的环境 这个民族还能在这生活下来 这个民族不但在这生活下来 这还创造了很辉煌的文化 我当时去了就有这个感受 我觉得这些人 我会跟他们的生命纠结在一起 我是一个摄影师 我在24年前拍了很多照片 男男女女牢牢上手 我愿望去的地方 没有车 那么我的大量的时间就是徒步 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什么人 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 就是那个夏季牧场的一些游牧的牧民 藏族牧民 我跟着他们就有食物 那个时候他们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我有一天 因为那些牧民也是这样的 那些牧民也是一两个月见不到人的 见到一个陌生人 他们也非常高兴 一上来见面的时候 藏族人又好客 他会拿最好的给你吃 你知道最好的是什么 牛羊肉 这是他们最好的 但是是生的 风干肉 2005年 我在拉萨拍照 看到一个小学生 长得很可爱 带着红领巾 我被他吸引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拉萨有好多到拉萨来朝圣的外地老百姓 都是农村来的 那个小学生就在那很热心地在那帮助别人 我就对这个孩子就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那么我就拍这个孩子 拍了这个孩子以后 这个孩子就比较喜欢接受新生事物 他就带着他同学跟我一起 那么算是我们就有了一个缘分 结果 六年以后 那两个孩子无意中间路过大招四 我遇上了 又遇上了六年 他们认识我 但是他们 我看 我比他们更激动 他们合了个影 现在是2021年 整整过去十年 因为我给他们拍了照片 我就把他们的故事 放在了 社交平台上 这个故事呢 就打动了很多藏族人 那些藏族人 就开始在他们的环境里面 拼命地帮我找这两个孩子 很快 大概也就两三天时间 这两个孩子都找到了 这两个姑娘 一个在互联网 电商平台工作 还有一个 应该是大学毕业了 现在做了一个乡村女教师 电商平台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最新的生活方式 最新的购物方式 最新的交流方式 已经在拉萨 在西藏 遍地开花了 这反映的不是进步吗 这是最实在的人权吧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过程 我坐在路边上 等着车来 远远看着车来了 我就会把我的防护帽戴起来 就是冲锋衣 我就会把我的防护帽戴起来 然后背对着车来的方向 那个车如果停下来 我就可以搭上 如果那个车不停下来 它会很快地开过去 那个带起来的那些砂石 全部搭在你脸上 如果你面对着它的话 你就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的公路 全是砂石 根本就没有路 就在沙滩上搞的 隔壁滩上弄门 就在隔壁滩上开 就现在呢 现在大巴车可以开到 我们以前 根本想都不敢想 有路的地方 其实是指这种变化 仅仅20年 所以你说这种变化非常大 我们谈 首先我们主要是谈 我们眼前的事情 另外谈一些 它对外面的向往 它对成都的向往 它对北京的向往 它对上海的向往 它对香港的向往 因为他们进步了 因为他们日子好了 如果日子不好 天天就只能想到 解决吃饱饭的问题 我见到一个老太太 她很多年很多年 用那个传统的办法 就是织那个羊毛 人家现在 她儿子女儿 给她搞了那个 自动的那个羊毛的 那个机器 她现在 已经这个技能 已经变成了什么 插电 按开关 收拾羊毛 就完事了 他们现在的生活好了 他们就想出去看一看了 难道我们汉村人 不也是这样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哪有跑出去旅游的呢 不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才有大规模的 出国潮去旅游吗 就是这样 他们的这种变化 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日新月异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